花莲县政府的行动学堂专车来到了玉璃镇的泰昌礼和在地的长者见面 课程安排银法族的体四年运动和宣导 也安排客家搓汤圆的活动 让长者们可以亲自手搓汤圆体验活动内容 也品尝自己所做的美食 这样在这个寒冷的天气当中增加了许多温暖和幸福感 花莲县政府的行动学堂专车来到玉璃镇泰昌礼与在地的长者们见面 课程安排了银法族的体四年运动以及宣导 也安排客家搓汤圆的活动 让长者们可以亲自亲手搓汤圆团体活动 品尝自己所做的美食 让在这个寒冷的天气当中增加许多的温暖以及幸福感 县政府的行动学堂专车寻回全县各地社区以及部落 来满足花莲县长者的终身学习需求为宗旨 提供行动学堂巡回服务的方式 将长者学习资源跟资讯带到全县是三个相证事 有预理民众服务社的理事长刘秀珍以及总干事务新闻 长量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陈进荣跟志工们的帮忙 让行动学堂可以顺利圆满的结束 今年度服务目前已经截至尾声 明年度持续提供服务 期盼能够有更多的长者社区以及公益团体来共同参与以及合作 记者高双双预警采报报道 明年度未经许可,不得的 明年度未经许可,不得的